拍形压得太低了 它就很容易可能就会出现下网 这种状态 这个时候非常转的时候 你首先拍形也需要一些微微的调整 可能平时拉球的点在这里 然后可能这个时候点就要往下走一些 这样才能更好的去正面的接住球拍 才能把球拉得转转的 重心也要压住 右腿压住 手上抓板 拍形一定要是正面的 不能压得特别挤 尤其对于业余球友和比如说女孩子吧 她整体的力量没有那么强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拍形没有角度的话 很容易出现下网的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